高速公路上前方車輛突然亮起 煞車燈緊急往右閃 只見一旁衝出一輛黑車 一路逆向沿著護欄開 嚇得目擊駕駛趕緊躲避 但沒多久後方人發生意外 逆向行駛的黑車直直撞上一輛兵士車 整輛車撞得嚴重扭曲變形 黑車駕駛及兩名乘客當場受困車內 警察後報後到場趕快合力要將人救出 消防人員把車頂抬起來 協助後座傷患脫困 所幸都只受輕傷 但駕駛可就沒這麼幸運 受到劇烈撞擊 當場失去生命真相 送醫後人宣告不治 這起嚴重事故就發生在27號下午4點多 國道1號往北方向 嘉義道民雄路段 當時流行駕駛開車在兩名乘客 從大陵交流到出口一路往南 逆向行駛在內側車道上 造成一輛貨車閃避不及側翻 緊接著又撞翻兵士車 造勢的流行駕駛當場血凶身亡 各車駕駛人均募永久行刑 造成流南一人死亡 紅女及流南車上乘客 兩人受傷 流行駕駛疑似因為上錯紮道 才會逆向行駛在國道上 沒想到人繼續行駛釀貨 至於後續詳細罩 警方將持續調查釐清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